同學,我們現在要來做這個 老師在Classroom這裡面 張貼的這些東西 你第一個要把這些 圖片先下載 當然 你字 或是我們這樣子看也可以啦 我們現在今天要做的是衣櫃 衣櫃要注意到幾件事 我們現在這個 其實這個 我們在做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板後是多少 看第二張圖片 這裡板後老師設定說他是 6分 所以是18mm 所以你注意看 這個是衣櫃,所以他後面的駁板 他沒有另外再加尺寸 我們就用這樣子來做 再來 他這個感覺起來是兩座 兩座 所以其實我們做好一座之後再來做另外一座 所以 我們看一下他的尺寸 這裡是94 97 公分 要板後再來 他這個高度,同學要特別注意 他這個 有腳踢的部分 他腳踢的部分這裡有內縮 他這有內縮 所以他腳踢板其實是一體成型的 所以這個我們也要注意到 啊 啊所以 我們先來做 一座 啊 所以 97 啊 ScheduleUp打開 如果沒有的話,老師有附軟體 請你自己安裝 好 好 好 一樣 這邊鏡頭 改成平行投影 啊 啊 所以我們先來做 旁邊的 啊 啊 所以 他這裡是用英尺,所以我們來改一下 啊 實體名稱 實體資訊 對不起 模型資訊這邊 單位把它改成 小數的 這裡 這裡 改成 公里 啊 好OK 這也不用這麼小了 OK 啊 所以我先把它delete掉 好 我先做側板 唉唷 錯了 先做側板,我們等一下用輸入的 好,用輸入的 18 豆點 好,寬度是多少 寬度是 600 600 好 18 豆點 600 好,剛才老師的那個 視窗的轉移,記住 Auto鍵加 Tap鍵 好 所以你可以看,我們就可以這樣子很快速的去轉移 所以這裡的高度是 197嘛,減掉100嘛,所以187 187 187 0 好 所以這個側板就出來了,有沒有 好 好,所以我先把它 轉成元件,所以你這個可以命名 好 所以你注意看 我們這裡是 970 0嘛 好,所以你在移動的時候記住 好 我靠這個點移動啊 好,靠這個點移動記住,我要加一個,所以這個時候要按一下 Ctrl鍵 啊 所以970嘛 可是你可以看到,970你這整體的厚度並不是970喔 所以你要把它 怎樣 量一下,有沒有 好 怎麼會這樣子 再一次 我再移動一次 好 970 所以 同學注意一下 這裡長度 有沒有,因為他加了板後的18 所以我們再往那邊退 17 18了,對不起,18 有沒有,這個寬度是變成 呃 970了,好 再來 啊 上 上板 上板是 你可以看 他這做的時候,這個板子是在裡面,所以他這個板子是在裡面 所以板子是在裡面了,我們這個可以直接 這樣子拖拉就好了 好,記住是往下 啊,往下 18,因為 他這個 他其實這個是用 我們的OA,對不起 是用那個什麼 什麼傢俱 我們在做 什麼傢俱,突然忘記了 廚房 做的,我查一下,什麼傢俱 就定製的啦,定製的大部分都是18mm 好,所以你注意看 所以你這裡要特別注意喔 老師這邊到這裡 是600嘛 可是你去注意看 這裡好像 是接著門板 才是600喔,所以我們要往裡面說18 所以如果我是用 那個元件去做的時候 我這邊改 好,輸入 這邊跟著改嘛,所以這個是設定元件的好處 好,所以我這邊也往內說18 好,我用靠起的就好了 好,轉成元件 好,建立 好,建立之後來看一下 好,他這個板是 14 1040 好,所以 好,所以 好,來 這我們可以看到中間嗎 好,我用線段這個來畫 1040 也是嗎,是1040嗎,對 好 再往這邊 終點在這裡,好,稍微讓他對齊這個終點 好 這樣子 有沒有 這裡就畫出來了,好,一樣往這邊長18 好,OK 所以一樣把它 把它轉成元件 好,所以這邊一樣 好,就直接 複製一個過來 所以你可以 看 是剛好的嘛 像我們這是做假的 好,如果要做真的 好,等一下我們再來做 好,譬如這個只是說,讓 譬如我們在那個 在做那個叫什麼 在做 室內設計 一個假的 衣櫃 不用 抽地盤那一些,只是讓 可以有外觀 好,所以我們這裡 一樣 Ctrl加 Auto鍵 所以這裡 207.5 207.5 好,所以我們就是一樣拉出來 好,譬如老師讓他 貼這邊 一樣 輸入數值的 所以是 207.5 在逗點 1 970 有沒有 因為我們這寬度是970嘛,所以你可以看 我們這裡 這是 207.5 好,207.5嘛,好,OK 好了,之後 一樣把它漲出來,漲18 啊 怎麼會歪歪的 好,因為我剛才在對的時候 沒有對好,沒關係 我們可以先從這裡畫 好 看這裡的數字喔,看這裡數字喔 啊 這裡寬970是對的嘛,所以我們現在逗點 207.5 207.5 好,有沒有 好 好,所以 現在我們要往內,因為我畫在這個表面上 所以要往這邊,18 好,所以你可以看 我現在把它往下移,對著這個點移 它才可以靠其這個點 知道嗎 好,這樣子才對 好 所以如果同學不大,老師這樣子用不大會用的話,來 我一樣先把它轉成元件 好,所以這個時候我在這裡拉一個,你可以看 我寬是970 好,970 點 207.5 有沒有,我畫在這邊也可以 所以 18 再來旋轉,知道嗎 啊 我靠這邊來旋轉 啊 這個時候就可以 我靠著這個點 去對這個點 有沒有 OK 我先把它delete掉 好,所以我們這樣子 我先把它的那個 那個 那個是什麼 手把先做好 來,我們先來做手把 手把 記住手把要用這個工具 路徑跟隨工具 好 我們先畫一個圓 啊 好,老師先把它切掉一半哦,我這個圓 想要 啊 等一下,紅色那個軸 讓它出來哦 啊 啊 按ESC 把它擦掉 把它擦掉 好了,之後,來哦 我們現在用成右側試圖 為什麼要用成右側試圖 我們現在畫這個 一個路徑讓他去跟隨 啊,可是這個在做的時候,這兩個 這個 要成垂直的狀況哦,就是這個剖面要跟這個路徑成垂直狀況 好,在使用的時候,就是先選這個 路徑 好,點一下這個 點這個就好了 有沒有 他就做出來嗎 啊 啊 我再做一次哦 啊 啊有的同學做錯了,譬如 他做的時候 可能變成這樣子 沒關係,好,老師都做一次 記住 紅色 啊,譬如他拉出紅色的線 長出一個 啊 啊,來啊,你可以看 這個 橫剖面跟這個路徑,他是同一個方向的 所以我們要把它轉起來 啊,轉的時候,因為他是一條線,我們靠其他 物件來幫我們轉 啊 啊,轉90度了,所以你看 他是跟他成垂直的哦 啊,好了之後 好 一樣,先選這個東西,啊,先選路徑 再選這個,點一下 糟糕 他變成這樣子嘛,啊 來,我們把它轉方向 那有時候這個做哦 我們現在用鏡射哦 啊 啊 啊,我用測試圖來看 啊 啊 這裡有個測試圖 我先把Line關掉 Line要怎麼燈出啊 啊 來 我現在 把它切過來 嗯 等一下,這怎麼 旋轉 這個沒有 好,我用 轉的好了啦 好,把它轉過來 好,轉成這樣子 好,再一次哦 我先選擇他 再按他 怎麼會變成這樣 呵呵 好奇怪 再來一次 怎麼會這樣子 我用這樣子來戳戳看 怎麼會顛倒呢 好,所以我們現在這個不要 再做一次 啊 由這一邊 啊,跟他直接做出來 啊,這樣子可能會比較 OK,因為你有轉向,他有時候在長的時候會很奇怪 哎呦,怎麼還會這樣子 怎麼會這樣子呢 好,我們變成這樣子 這邊 看一下 這邊 看一下 先選路徑 再選這個 有了 可是這個剛好相反嘛 我們要做的是 我們這個圓要在外面嘛 好,所以我們這個 好,來 再做一次 好 老師把它 切個 反剖面 好 好 選擇他 再按這個 有了嗎 好 好了 就這樣子 把它delete掉 好,一樣 把它 轉成元件 好,建立 好 翻轉綠色的軸 把它翻過來 好 好,縮方按這個 好,按這個對角線喔,讓它縮方 好 再過來 好像太大對不對 轉一下 好 好 好了嗎 好,看一下它 沒有卡在裡面 好 要有綠色的軸出來喔 好 綠色的軸 一樣 我們這個方向嘛 這個方向因為這裡有物體 他會想要貼它 好,所以我們變成負的 負的150 看看 有了嗎 有了嗎 是貼上去了 好 一樣 往這個方向 啊 20 看看慢慢來 OK了 有沒有 啊 好 好,換這個方向 慢慢移動 移動到確定的位置 啊 好了對不對 啊,好像在上 好,這樣子就好了 啊 好了之後 這個我們不用這樣子再來做 會很麻煩 我們乾脆把這兩個 群組起來 啊 一樣 做 怎樣 翻轉 啊 不是,我們要先長出一個來 啊 是用這個方向紅色,按一下Ctrl鍵 啊 再讓他翻轉 啊 翻轉是紅色喔 啊,因為這個軸是紅色嘛,這個再把它貼過來 有沒有 OK 啊 OK了之後換 按 好,我們把這個再複製一個,好,我按Ctrl-C Ctrl-V 好 靠這裡去旋轉,因為他的 面不是 方形的 啊 出來一點點 好 哦 可以了嗎 好了 好了之後 一樣,我要複製兩個 好,這邊再複製一個 啊 這兩個先把它群組在一起 因為這個要跟他是在中間嗎 對不對 這樣子才好看啊,可是這個沒有對齊啊,對不對 好,來 來 所以請你這樣子做 我先把兩個打開 啊 我先在這裡 記住 啊,比如他這個端點 到這個端點 有沒有 啊 到這裡也可以,到這裡也可以,應該是到後面去 才對 啊,點這裡 到這個端點 啊,我把這樣子看 到這邊 啊,我這裡畫了一條線 好了 好了之後 這裡我可以看到這個,我可以對到這個端點嗎 再到這裡,有沒有,他就會對齊中間了 啊 再把它往下 啊,往下移 對不對 啊,往裡面移 一樣啊,要綠色的走啊,一樣我用負的 啊,太多了,負15 太少了,負18 啊OK了 啊OK了,之後這兩個再把它群組起來 啊好了 群組了之後,來,我們抽屜就可以一起複製了 啊,Ctrl鍵按住 啊 好,乘以3 有沒有,抽屜就好了,有沒有 好了之後,來 啊,背板 現在做一個假的背板 啊 這裡通常 你們 如果有興趣去觀察一下 這個後面吼,通常他是做一個很薄的板子 貼上去而已 好,因為這個 作用,其實他只是防蟑螂而已啦 啊 好,再來啊 啊,這一座已經做好了啊 好,我們這一樣把它群組 建立群組 好,建立群組 把這一座往這一邊移 有沒有,兩座就做出來對不對 啊,兩座做出來之後,記住 現在要做腳踢板 啊,腳踢板 啊 啊,腳踢板是另外在做 所以他正 正常也會有一個封,封底的動作啦 啊 啊 我們一樣就是做一個白 保板啊 這是沒有厚度的啊,好 這樣子啊,好,現在 我們來做腳踢板啊 現在 我就是靠著這個 啊 幫我們畫 啊 好 再 長出來 10 100啦 啊 記住啊 啊,一樣轉成元件 啊,腳踢板要 最好往後一點點,為什麼叫腳踢板,讓 腳去踢的部分 第一個是防髒啦,所以正常來講往後一點點 好,再來 100 這個 啊,老師這邊 再畫一個 啊,所以18 豆點 100 有的人要輸入100豆點18,這不大一定 啊,好,過來 有沒有 啊 啊,一樣做 傳承元件 啊 一樣 這個時候要移動 這一邊喔,去貼齊 喔 這一邊 有沒有 好,所以你的一個衣櫃就做好了 啊 啊,所以這個就是衣櫃齁,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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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